欢迎收看1400整点新闻 我是蓝玉民 再来关心到战术台风的最新讯息 首先要请教志宇 目前的台湾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呢 好 再来关心到最新的台风动态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台风的位置到底在哪 其实它现在已经走到了宜兰的东北东方 大概是60公里的海面上 可以说是在目前来说 以它在我们东部近海不顿北上的过程当中 距离台湾算是相对来说 比较近的一个时间点还有位置了 而且我们来看到它的基本资料 它现在还是一个中度台风 它未来大致上还是一路往北 而且会北转北北溪 这代表说未来的路径上 会有一些些往台湾的方向来偏移 再来它的速度 其实在过去几个小时 它走得也算快 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快 未来的速度是每小时24转21公里的时速 中心风速还是维持在每秒45中死 将阵于14级的翔阵风 再来七级风的暴风半径是200公里 十级风的暴风半径是60公里 我们来看到其实我们分析过去它的路径来看 其实基本上都是以正北的方向来用 但是未来它有机会稍稍的台风中心往台湾 偏台湾的方向来偏近一点 如果是这样子的走法的话 台风中心就有机会比较靠近台湾 尤其这个台风它的强风带 主要都集中在靠近台风中心的位置 过去我们非常幸运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它可以说是距离我们的宜兰 大概是60公里 但是我们就来看看说 它距离我们台湾60公里 但是其中暴风半径也都是在60公里 等于说我们刚好 其实这个台风路径跟我们的海岸线 大致上就是一个平行的丝带 即使现在算是它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时间点 我们都避开了它的强风跟强雨带 但是时期风的暴风半径 依旧目前笼罩的是北台湾 还有在东北部地方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这个台风要严加戒备 虽然说我们很幸运 强风带强雨带都在海上过 但接下来就轮到北台湾跟东北部 要感受到比较强的风雨了 不过现在随着台风逐渐点上 已经有部分地区脱离了暴风圈的位置 我们帮大家重整一下 现在的路景范围 现在路景范围缩小了 包括是在专化以北地区 还有在宜兰花莲这些地方 都是路景的范围的情况 另外在整个东北部 以及在整个台湾的海峡北部 以及在东南部海面 基本上现在也都是海景范围 虽然说路景的范围缩小了 但接下来北台湾东北部的风雨 才要逐线开始 我们用一个梯子带来关心到 其实现在未来台湾 可能出现强风强雨带的位置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降化 怎么说 其实当台风逐渐过的时候 其实这边吹的是西北风进来 西北风会吹在 我们所谓的北台湾上空 第一个宜兰靠近暴风圈最近 所以雨势风势都是比较明显 还有西北风吹进来 还有在北北七 以及在整个北部 也能感受到比较强的风雨 虽然说整个西北风 也会缺到中南部地区 但是相对来说 这个区块风势雨势 就是一阵一阵的 并不会太大 再来我们说的 花莲台湾过去几天 过去两天 基本上都能感受到 风墙宇宙的节奏 但是现在变成一个被风测 风势雨势 就会慢慢的小了下来 而新闻的详细状况 我们来看到这则新闻 台风对花莲造成的影响 其实从礼拜六的半夜雨 就一路开始下到现在 几乎没有停过 虽然原本预期风力最大 会有十二级强阵风 但好加在台风中心 后来离花莲的平地 稍微远一些些 但也带来了九级强风 中台参数 沿着海安线 外侧北上 东半部风雨很明显 但结构墙又扎实 被说是小钢炮型台风 怎么其他地区风平浪静 由其台风靠近陆地 环流在网内收集 强风雨集中核心 雪人号早上九点多 七级风暴风半径 扩大到两百公里 十级风半径六十公里 相对位置 只有宜兰东北角 才能感受到持续性强风 最大时到十二级 专家分析因为台风凌晨 还在花东右侧吹东风 加上环流小河地形屏障 西部下雨有时间差 随着灿述北上 走到东北角海面 环流热着西北风 十二号五后 北部和西半部 明显雨势不能轻忽 尤其山区和东北部 有豪雨以上等级 气象局长正明点也说 台风走了一条 能维持最大强度路线 避开陆地破坏影响 但到了地形边缘 环流容易进到台湾 北部还是得提高警觉 TVB新闻 徐昆山郑胜伟 黄金林敏锐 台北报道 我们接下来要带来盘点 这个台风所带的风势 其实从图上你可以看到 其实基本上现在台风中心 就在宜兰的东南东方 大概是60公里的海面上 持续的往北部海面来接近 但是在昨天 它一路由南往北横扫的过程当中 其实经过了蓝雨 而且为蓝雨带来非常强的风势 还有雨势 甚至在蓝雨出现了17级以上的强震风 还把民宅屋顶的大雪塔给吹落的 而且也在当地出现了停电状况 总共有770多户受到影响 蓝雨入夜雨势越变越大 大风一吹 就算站在屋檐下躲雨 还是全身湿 路数更是东岛西歪 状况已经够惨 结果下一秒 外面刮风下雨 家里头伸手不见五指 黑漆漆一片 外头路灯也全熄灭 整座岛好像雨势隔绝 不是有人在敲锣打鼓 而是各种物品被吹落的声音 蓝树台风席卷蓝雨 从11号白天开始到深夜 就开始降下间歇性大雨 甚至晚上7点多左右 红头村还有野游村大停电 总共有770户受到影响 预计12号就会全部抢修完毕 只是 天一亮 民众一走出家门 真的超傻眼 树倒的倒 被吹落的水塔 整个扭曲变形 不知道从哪吹来的木头 在路边堆成一座小山 光是要清理就很头痛 从雷达回播图来看 蓝雨会这么惨 因为在11号晚上8点多 就已经接近台风眼强 瞬间风力直飙17级 可能连路都走不稳 连每小时阵风也有12到13级左右 威力实在惊人 而目前最大的雨势就出现在蓝雨国中 参数台风逐渐逼近 蓝雨跟东部还有北部 风浪跟雨势都会不断增强 连大雪塔都能吹走 如果是人走在路上恐怕不堪设想 TVBN新闻留警员吴玉亚 蓝雨采访报导 刚刚看完蓝雨地区刮起了17级 长震风随着台风往北移动 目前最新的雨势和风力 接下来会在哪些地方比较严重呢 继续请教之余 接下来我们就要提醒在北台湾 在东北部的观众朋友 接下来都会明显感受到 比较强的风势还有雨势 虽然大家觉得早上 好像并没有感受到 太多台风的氛围 我们现在来关心到最新的蓝雨特报范围 目前呢 迹象局包括在基隆北汉 还有在宜来 新北市的山区 甚至呢 还有在苗栗台中南头的山区 都列入了这个蓝雨特报的范围 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到蓝雨情况 所以从这个蓝雨特报的范围 你就可以发现到其实现在主要未来 会雨下的比较的区块 也都在偏北 还有在中部山区的位置 再来我们来看到大雨特报的范围 包括在台中与北地区 南头还有在高雄屏东 以及在花莲台东这些地方 都要小心到大雨的情况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接下来我们分不同的时间点 带大家来关心接下来的雨 还要怎么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以今天的降雨来说 下半天将会是最明显的时间点 而且就集中在整个西半部 尤其靠近山区的地方 北部中部的雨势 接下来都会比较明显一些 尤其是北台湾 小心来到了豪雨等级以上的雨量 到了晚上的时候 整个台风逐渐开始远离了 慢慢的雨势会缓和下来 但是这个缓和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我们从定量降水图的下半天到晚上 明天清晨的时间 你可以发现到西半部 基本上还是降雨热区 尤其靠近山区 还有在北台湾的部分 还是雨明显的偏大 来到了大雨以上 但是东半部的雨势 总算慢慢的缓和下来 再来等到明天上半天的时候 尤其在天亮之前 你可以注意到整个西半部 还是雨势比较明显一些 但是呢 这个降雨的幅度 已经开始逐渐的趋环下来 反而你可以注意到 降雨的热区从今天晚上 明天清晨的这个时间点 慢慢热区从偏北的地方 开始逐渐往中南部的山区来移动 虽然整个西半部 在天亮之前都是有雨的 但是中南部的山区 雨势要小心到 来到大雨上 等到明天 这个上半天的时候 中部南部的雨势呢 也都还是持续在雷迦当中 但是北部东部 总换明显的缓和下来 但南部受到整个西南风的影响 基本上也都还是会有 大雨以上的间歇性阵雨 提醒大家都还是要特别注意 最后提醒大家风力的警告 其实包括在 这个下半天的时候 风力比较强的地方 出现在哪里 北部地区来说 大致上都在8到9级的强震风 而且新北市要特别小心到 有机会出现10到11级的强风 再来以基隆 宜兰花莲这些区块来看的话 我们要特别当心的 就是在宜兰了 最强震风 有机会出现到10到12级 而在今天下半天 还是特别提醒大家 北台湾的风雨会比较明显一点 而且在北台湾的部分 要特别注意到 也出现了一些灾情状况 来看到这则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 其实现在在外场的画面上 在排水市新一区 已经出现了露树倒塌的状况 尤其从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现在外头已经出现了一阵一阵的风势 还有雨势 所以说现在在路上已经出现了 警消出现来到现场 来处理这些路上的倒塌数值的意外 我们来看到现在现场的最近情况 交给记者带我们掌握 好了 其实现在在台北地区 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风雨 尤其雨是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台风期间可以看到路数倒塌 不过这一道整个是挡住车辆的去路 警消人员是马上赶到现场 并且派人进行交通管制 而这个地点就在闹区台北区 新一区基隆路二段 这里是交通要道 平常车流量很大 不过这个路数一倒塌之后 警方马上进行交通管制 改踩车倒掉拨 这一项是全面封闭的 消防人员也请人巨蛋树木 慢慢要来摆明现场 不过由于现场人员呢 是加快他们的速度 因为希望能够赶快恢复 正常的车流 如果呢有民众预计会 经过基隆路的话 也请提早绕道避免会受到影响 以上 张宝美 好 刚刚我们看到 是台北市的新一区 最新画面出现了路数倒塌在路上 而且呢一度阻碍交通的情况 但是在山区部分呢 我们刚才在强调说 接下来北台湾风势雨势 就要开始逐渐增强了 在靠近山区的部分 木炸猫空也出现强降雨的状况 现场最新情形交给记者家綺 好 这位观众 您关心现场的最新消息 目前记者人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台北市文山区 木炸的猫空缆车站 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在木炸的山区 已经下起了强降雨 该说是风势跟雨势 都逐渐的增强了 而原本今天是星期天应该排满人的 猫空缆车站呢 现在也是空无一人 可以看到呢 在对象的车道上面 也都是空荡荡的一片 完全没有来车 因为呢 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 今天是停班停课之后 猫空缆车也随即关闭了 那么当然也希望民众 尽量不要往山区来移动 因为现在山区已经开始下起了强降雨 而其实在猫空缆车站这边 也同样是空无一人的状态 只有门口有个警示标志告诉大家 因为参数台风要来了 也因此呢 今天是暂停营运的状态 不过现在呢 在木炸毛空的山上呢 其实已经开始风雨增强了许多 其实呢 在行车视线上都已经开始 有一些比较模糊的状态了 而随着参数台风 一直往北往上移之后呢 对于北部的影响也相对来讲比较大 在台北地区呢 尤其是木炸就是所属的闻山区 以及南港区被热为是强降雨的热区 昨天台北市长柯文哲还特地前往闻山区来视察 所以见得这个闻山区真的是被认为 这一次可能下很多雨的地方 因此是不敢大意 而其实现在在猫空的山上呢 可以看到呢 除了零星的来车之外 几乎是没有游客也没有人烟的状态 而在山上也开始下起了大雨 而现在呢随着风势越来越强猫空篮球虽然已经暂停了 但是里面的保安人员也强调了 如果再晚一点 如果风雨再强一点的话 他们甚至会出来巡查 会不会外面有游客 他们也会劝阻他们赶快去避台 这样子的动作 而且实际上来看到的是 在木炸这个山区 现在已经下起了滂沱大雨了 前早上呢 包含在乌兰 还有呢 在台北市很多的地方 也陆陆续续开始下起了大雨 而要提醒民众呢 如果真的没有必要的话 千万不要往山区来移动 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 以上是现场今天情形 再把时间交换给黄内主播 非常谢谢佳琪 还有现场的摄影同仁带来的第一手 现在在山区的最新画面 每条台风来的时候 我们要提醒大家 山区跟海边这两个地方 是绝对不要靠近接近的 尤其现在整个台风中心 就在宜兰的东南东方海面 其实在宜兰的海边 也能感受到风墙宇宙的情况 最近状况交给记者紫英 好主播持续守候在宜兰这里 我现在位在南方澳南皮海湾这里 可以看到其实雨还是持续的下 尤其中台参数 它是逐渐的北上 而这次参数呢 它的特性就是哦 这个台风中心 这个雨带呢 是会随着台风中心靠近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台风中心呢 是位在宜兰的东南东方海面上 所以感觉得到宜兰这里的雨 其实是越来越大 而且是持续的增强当中 其实气象局今天呢 就是针对了宜兰 是发布了好雨特报 这个雨真的是从早上下到现在 都完全没有停过 而且呢 降雨热区下午是会集中在宜兰的 所以提醒民众还是要 千万要多加注意了 不过这雨到底是下到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气象局是预估说 今天一整天都还是会继续下的 恐怕要到凌晨的时候 雨才会渐渐的转少 而可以看到现在南皮海湾这边 这个浪高哦 其实是非常的高 这气象局就说了 其实西部沿海这边呢 浪高是会达到3到4米左右哦 那阵风呢 是会10到12级 不过这雨是哦 是好雨特报登基 所以是持续一直的在继续下 但要下到什么时候 恐怕就是得等到凌晨才会比较小 而现在呢 因为这个台风中心 是位在宜兰的东南东方海面上 而这次这个参数的特性啊 就是这个雨带呢 是会靠近台风中心 所以宜兰这边的雨是持续的下着 那我们也会一直在宜兰这里守候 随时为您带来最新情形 台风来士充充 双北都被列为是陆上警戒范围 新北上侯友一早就召开会议 目前呢 周一呢 是不太会放台风下的可能 至于北市的话 上午还没有太长的风雨 但柯文哲说 本来下午就是最长的 所以下午是禁止外送服务 台风参数来袭可吻着下令午后外送暂停 只不过上午北市看似风雨还没加大 但依经先宣布停班停课一天 以前我们放假 尽量不要放到半天 你早上叫的时候 早上来上班上课 那下午再停班停课 以前就是被骂翻了 也是因为刚好是周日影响程度比较少 但是这回预估降雨热区 包含文山南港和阳明山区 至于新北市更不敢大意 根据最新预报 平均雨量为150到250毫米 山区300到450毫米 市区最大平均阵风可达7至8级 最大阵风9至10级 郊区最大阵风可达12到13级 欧友一下令13号凌晨 就要准备入宿快速清理计划 让周一上班上课不受影响 中台来袭 双北掩阵以待 TVB学习无可言理 最恒台北新北采访报道 可以看到台风 现在是陆陆续续的进入到我们这边来 而且风雨也逐渐的在增强当中 北北基停班停课一天 外送平台也根据规定 警报范围内是停止外送服务 只开放自取 所以可以看到有很多百货人的业者 也因为这次的台风停业一天 碰上台风天 民众大多会减少外出意愿 不过连锁素食店 一大早缺大排长龙 不少民众前来外带 因为外送平台也因应安全指引 只要宣布停班课的县市 外送服务就跟着暂停 只开放自取 台风天叫外送的话 对外送人员有点不好意思 不出来运动 顺便买早餐 打开外送平台APP公告大大写上锁在区域暂停提供外送服务 只为12预订单也会被取消 往下滑店家关闭一天 没了外送平台也改拼自取推优惠 Uber Eats输入折扣码就想五次七九折优惠 福便打也有自取七九折起 另外也有外送员说因为不能上线送餐 只好自己放一天假 应该蛮多的 因为不能外送的 他们民众就只能出来自己买 所以几点休假 休假没办法跑 台风参数来袭 北北级宣布9月12号停班停课一天 不过想趁着这一天来逛百货的民众特别注意了 因为今天各大百货几乎都暂停营业一天 新一区各大百货都暂停 橱窗还贴上胶带防大风吹破 停业的百货就包含 新一新天地南西天母站前等 搜狗忠孝 复兴敦华天母 维峰本馆 信义南山等 圆白宝庆 板桥大圆白等 金战广场及小碧坛店 还有环球部分店 以及台北101都暂停停业一天 各大店铺 场所都休业 避免民众外出也维护员工安全 TB新闻这条张卫先 台报道 风上台风天 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暂停一天 但他今天有增加了三例本土个案 联系记者周又轩 好 在今天台风天 因此指挥中心目前是暂停 开记者会的 但是在今天是新增了三例的本土个案 而且有其中两例又是 和这个新北又援的群聚事件有关 也因此这个群聚事件又在扩大了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关联图 在今天新增了两例 分别是暗16185还有16197 那么这两例当中他是这个同住家人 其中有一位他的CT值是14.5 但是另外一位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同事也确诊了 而且这意味着这个感染源 可能已经扩到了第三圈 我们可以看到这名同事 其实他是暗16152的这个职场的接触者 那么他的CT值其实也不算太高 是只有19而已 也因此在今天 其实新增了这三例当中 分别双北各有一例 而且在桃园也有一例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关联图 其实这整个关联图 在昨天的时候都已经有公布 说他的基因定序 总共是累计了20个人 都是感染Delta病毒的 针对了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 这个埃及爸爸 他的这个基因定序 目前都还是没有出炉的 因为他的CT值是非常高 也因此他在做这个基因定序上面 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那么大家也很关心到说 今天这名同事传出 他是和这个桃园的个案有关 也因此是不是在今天下午 这个桃园的这个记者 也会召开来记者会来做说明 那么其实在这个台大而一的院长 黄丽敏也有提到说 虽然昨天部长有讲说 针对这个幼园群聚的事件 已经有三分之二的接触者 都已经是完成裁剪了 但是在今天又再爆出 又多了两例的确诊个案 甚至还扩到了第三圈 也就是这个同住家人的同事 也因此是不是代表说 这个群聚事件仍然是不能松懈呢 台大而一的院长黄丽敏就表示说 认为说还要再观察一个月 才会比较保险 以上就为你掌握最新疆时间 交换棚内 好 谢谢又是现在的最新消息 随着台风逼近 前阵子社区有人确诊 整栋大楼清空的板桥 某会住户被分送到北部各级检索 但是有人觉得台风天没办法待在家 而且当初撤得太匆忙 窗户都迷关 担心被台风侵袭 晨树台风逐渐逼近四天前 因为社区有人确诊 被迫离开新北 来到宜兰隔离的检小姐 看着窗外风雨渐强 心情有些忐忑 就很不安 就是可能 因为自己在家 就会觉得说比较自在一点 然后在法院旅馆 就会觉得说比较约束 大家都会比较担心 和检小姐一样的大楼住户 被分送到北部四处去隔离 台风天躺不到自己熟悉的床 确实有点想念 还是蛮想回家的 因为自己的床还是比较好吃的 有些住户被分送到的地方 设备较为简陋 抱怨自己的床头和床尾 有个梯形的杆子很像病床 测验难眠干脆睡地板 黄先生也住到同款的 反而让他觉得有点怀念 来挂毛巾 他本来是挂完这样 病床颜色蛮像的 但是还好拿 就是爷爷有当过兵 住在宜兰元山 被隔离的黄先生 被分到军人宿舍 台风天被迫隔离 虽然想回家 但时速都还不错 未来还得再撑个十天 身体无恙才能出关 而被分到万里 某间酒店 黄小姐和女儿一起被隔离 房间宽敞设备齐全 不过随着天气状况越来越差 也担心起家里状况 被迫离家住 还得度过台风天 让住户隔离的时间 感觉又更长了些 TB的新闻 资本报道 BNT疫苗即将进入校园接种 家长收到接种验语书 开心又紧张 但又担心副作用 有人朝鲜部署 帮小孩投保疫苗险 但是原先网络投保 需要满20岁以上 但因为青少年开打 今晚会宣布 家长可以替线上 来替未成年子女 投保疫苗险 不再只限成年人 能打疫苗 BNT即将进入校园接种 让许多收到接种 医院书的家长 既开心又紧张 担心副作用 有些人甚至考虑 要替小孩投保疫苗线 原本网络投保 必须年满20岁 而且持卡人要是本人 但为了因应青少年 即将接种BNT疫苗 因此金管会宣布 家长能替未成年子女 网络投保 我们一家三口 现在都没有保 那如果 我最近正打算 要找一家保险公司来投保 要保一个安全吧 这样子至少比较容易 对对对 超前部署买份保障 家长只要网络投保 就OK 保险公司看准这样的商机 纷纷下修 疫苗险的年龄层 市面上有至少 14家产险公司 推出疫苗险 只要符合投保年龄 不分青少年 或成人投保内容 都一样 像是旺旺有联 罪杀 喊出保费 只要80亿元 接种后 住院 染疫 身故都有保障 20到80岁都能保 照封保险则是青少年也可以保 年龄12到80岁保费212元 接种疫苗28天内因不良事件导致住院或死亡都可申请理赔 而南山产险年龄层同样12岁以上保费则是182元 保险经理人提醒 如果家长想替未满20岁的小孩投保疫苗险 每家年龄限制都不同 理赔规定也有差 投保前货比三家 而更重要的是 施打疫苗前一定要先确定保单已经生效 所以本新闻连志族宣特别报道 台风已经走到宜兰东部海面 双北地区的雨势也越来越明显 尤其是风淡水满潮 现场情况联系给记者黄静盈 没错中台阵处 它现在是指去北上当中 而且它下的位置 其实大概已经走到宜兰的东北方左右了 我们现在在地方是淡水河口 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海面上和面上 其实波动非常大 因为这个阵风非常的强 像现在可能已经达到7级 而且晚一点可能还是会越晚越大 现在其实这个风雨势也是一阵一阵艰辛 在持续的下当中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河口的旁边 它其实这个地势比较低的地方 原本两侧都还有一些石头铺的地板 不过现在可以看到它全部都已经被这个河水给掩盖住了 而且这往右边一点点其实像是这个树下 它原本这个河口岸都有这个泥沙 现在都是被冲刷到这个河里面去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像是这个双北地区 尤其是沿岸附近这里雨势真的是越来越强 而且其实在我们这个淡水河口岸这边呢 可以看到其实原本就是有一个淡水的马街头像 但是呢因为像是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是看它有没有淹水的指标 虽然说现在是还没有淹上来 不过你可以看到这个淡水的河口海面呢 它已经靠近这个陆地几乎只剩下几十公尺的距离 就会冲刷到陆地上面来了 所以提醒大家说像是以为啊 可能北部或者是像西半部的地方 大家会觉得说今天早上或者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好像都没有什么风雨的感觉 但是其实要提醒大家像是说在中午之后 要非常民意的地方也就是北部的山区 还有这个西半部要沿防局部大雨 还有好余的雨势 那像是呢他们也提醒说像是这个淡水沿岸口这边啊 浪高可能会有到六米左右 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台风天千万真的不要出来上市观浪 或者是做一些休闲一乐的这个动作 那其实刚刚气象曲也说了 其实现在这个探数在逐渐北上的过程当中 跟之前的风向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 因为它到这个宜兰东方向是东北九这边的时候 它转程是吹这个西北风 所以西北风呢就等于说是把它的这个外围环流 一些风雨啊都是从这个淡水河口这边来吹进来 所以等于说其实在下午一直到今天 深夜这个时间点也就是说这个风雨最强的时候 尤其来知道说这个灿树 这次它的结构其实非常的扎实 而且它的强度其实是不容小觑的 所以像是我们现在在下午这个地方 从中午之后淡水河口风雨就已经蛮明显很大的 而且这个阵风呢也是可能到晚点 有可能会来到八级到九级左右 也是提醒大家现在用外出的话 尤其是在这个沿海地方的这个居民 真的要特别留意 那以上是在现场的今天就要上前镜头 先交往头内 好 谢谢进行 再来关心到台风来袭 就怕三峡河暴涨烟进老街 外围店家在河川局架设临时防汛挡板 在老街的店家自己也有防台措施 详细的情况连线记者江宇曼 好 主播记者现在的位置就在新北市的三峡老街 可以看到河川局为了担心三峡河的河水暴涨 淹上来淹进店家 因此也感觉快在昨天晚上临时装设了这个防汛的挡板 就是怕水呢 如果真的淹上来恐怕店家也会遭殃 只是这里的店家呢 他们自己也有做好准备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就是有时候雨比较大的话 雨长会拿那个沙包 我们就去淋那个沙包 这个啊 这个就是怕雨水冲进来 进来里面而已啊 可以看到呢 三峡老街其实越晚风雨 真的是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一直还是提醒民众呢 没事别出门 因为这个风雨到了晚上还会再持续增强 如果真的得要出门 一定要留意台风的动向 注意自身安全 以上是会讲到清醒 时间尽头交还给主播 基隆下午风雨也逐渐增强 市区道路出现了强风好雨 民族都快站不稳了 伞也快被吹跑 早上还在营业的市场 下午也紧急收台 联系记者何冠英 好主播 因为今天下午 这一次台风的威力真的是不容小觑 目前呢 风雨是不断在增强当中 而我们刚刚在这个北海岸的旁边道路上面 看到强大的风雨 但是市区道路的风雨 其实也并没有比较小 可以看到呢市区这些商家已经几乎全部都关店 只剩下0034夹点 而且呢 车上的这些路上这些车辆呢 其实也没有几台 大家都是冒着这个危险出门要赶快赶着要回家 那我们可以看到稍早其实还有民众走在路上是已经快走不动 而且呢这个雨伞还当常被抽走 几乎是寸步难行 稍早呢这个市场这边其实还有在营业 但是到下午的时候 因为风雨是不断在这场当中 他们只好拿起这个布曼 赶快把他们这个水果还有这些商品全部都盖住 就怕这个风雨太过强劲 把他们的商品都吹烂 造成额外损失 也提醒民众现在这个时候 风雨是最强大的时候 千万不要出来 在家做好防台措施 以上是一场将进行 将前镜头先交还给棚内主播 台风是逐渐远离台东 不过前一晚强风好雨带来灾情 被人像一树农田700多棵香蕉树 通通都被垂断 连线记者过瘾 好主播可以看到 记者目前所在位置 就在台东北南乡的一处香蕉园 可以看到整片香蕉园 大约700棵香蕉树 通通都被蓝腰给吹断 主要就是受到这个灿树台风 前一天晚上在台东 是造成了这个风雨都很强的情况 可以看到整片香蕉树 是首当其冲是整个都被吹断 大量的这个香蕉 是通通都已经落到了这个农田上面 根据了解 其实昨天气象局已经有通报说 台东地区受到台风影响 瞬间强风可以达到10级 那这700棵香蕉树 疑似就是抵挡不住这10级的 瞬间强阵风才会通通被吹倒 那根据了解 其实这处农田 这个农民其实已经 这个香蕉已经到了 这个即将要收成的阶段 没想到遇到这个台风来搅局 是把所有的几乎是全部的香蕉树通通都吹断 那农民也是欲哭无泪 只能晚一点再到现场来做善后 那其实根据了解 虽然现在台风已经远离台东了 目前还是有阳光露脸的情况 不过在前一晚因为风墙宇宙的关系 各地还是有传出零星的灾情 除了有停电之外 还有部分路倒的树倒的情形 那这片香蕉田也是算是损失非常惨重的 目前估计 目前损失还没有办法估计 要到农民来才有办法确定 到底是损失了多少钱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这些香蕉是已经几乎是确定 是没有办法出货来销售的 以上是目前讲究到这些情形 时间镜头召唤朋友主播 好跟一连串的台风连线 可以看到目前台风正逐渐的往北移动 中午之前北海湾就已经开始感受到 明显的风雨了 可以看到刚刚在三峡 包括来上基隆 像新北地区都出现了豪大雨的情况 就连在前晚上可以看到整个台东 也出现了一个灾情 现在最新的台风动态 我们交给气象局一带我们了解 仍然会朝偏北的方向移动 预估未来十几个小时还是在影响我们 现在暴风圈所涵盖的海面区域是北部海面 东北部海面 东南部海面以及海峡北部 陆地上区域则是台中南投以北 以及花林以北的区域 这些是我目前的海上及陆上警报的范围 昨天到今天 台湾附近各海面已经有长浪的现象 而且今天早上 在澎江雨的浮标和龟山岛的浮标 也有两侧到六米的浪高 提醒大家 今明两天仍然有长浪 而且今天风力强劲 尤其是在台风中心可能有六到八米浪高的北部海面 所以这两天海面上的作用或活动要特别留意 至于在陆地上的影响 从雷达回坡上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从昨天到今天都在说 菜树台风它的风雨结构比较扎实 而且是环绕在暴风圈之内 尤其它的强风是在围绕在台风中心的附近 昨天到今天 我们梁测道的最大阵风 除了是蓝雨的17级以上 鹏江雨的12级以外 东半部地区大约都是9到10级的强阵风 恒春 台北 以及基隆 则是8级左右的强阵风 至于其他各地 包括澎湖静门马祖则是6到7级 今天台风持续影响我们 各地的强阵风还是持续 尤其是大台北地区 北部沿海地区 南部沿海地区 鹏河马祖风力还会再强 可能增强到8到9级 在降雨方面 我们可以从雷达回坡上也清晰地看到 我们先看东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 因为属于我们整个台风绕行的被封面 所以花冬地区的降雨会逐渐地缓和 甚至今天明天两天 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凤风的现象 而受到台风环流一波一波的移境 甚至这些环流碰到地形的影响 东北部北部下雨 甚至中南部地区也下雨 预估东北部的降雨在晚点以后逐渐缓和 但是北部的降雨会到一直到深夜 真正环降雨七效局目前发布豪雨特报 我们提醒大家 现在预估的是从彰化到台南平地以外的其他各地 都可能下局部性的大雨 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地区 宜兰地区和新北市山区以南的所有 到南头的所有山区可能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特报资讯 我们会随着台风的移动而随时更新 提醒大家留意 至于未来的天气 我们知道今天一整天就是降雨真明显的时候 今天晚上以后随着台风向北移动 我们像刚刚说的 宜兰的雨逐渐缓和 所以宜兰花莲台东的雨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就缓和许多了 而北部的雨中部的雨 甚至我们注意到 另外一块比较降雨量多的地方 就是中南部地区 在新提议的时候 随着台风远离 我们的风场会改成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预估中南部地区 恒春半岛就会断断续续 还会有降雨的现象 也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雨势 目前台风还在影响 北部中南部的风雨正在加剧中 而且今天还是大潮的情况 所以沿海地窝地区 可能小心积水或淹水的危险 那么随着台风的移动 明天开始 中南部地区的降雨也还会出现 请大家多留意 以上是这一节最新的 台风预报的说明 好 接下来是线上 OK 看到台风来袭之前 看到东北部的天气 感受到明显变化 宜兰更是出现 像是世界末日的奇景 天空被染橘色的 民众也看到很开心 那气象局解释 这是因为云层后 水际充足 阳光照射 也意味着要下大雨 开车开到一半 看到眼前正幕驾驶 忍不住惊呼 哇 好红的天啊 现在六点多了 晚上 不是后置效果 也没有用任何滤镜 十一号傍晚 宜兰的天空 出现奇幻的颜色 有点橘又有点黄 好像一颗大灯泡照亮 整个市区 民众纷纷拿起手机 拍照打卡上传 惊呼 难道是世界末日要来了吗 天有异象 板桥的居民也很有感 缩使摄影画面超疗愈 太阳逐渐下山 天空就好像 慢慢被一把火给点燃 还以为有人不小心 把调色盘给打翻 新庄思源路 比宜兰跟板桥 还鲜艳火红 从任何角度抬头看 都像是一幅油画 参数台风来袭 天空出现诡谨的奇景 但宜兰气象战说 Mengala 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正常现象 天空被染局的美景 其实也是在透露 云层吸饱水即将下雨的讯息 也算是证实了 小时候总听阿嬷说 天昂昂就是要淹大水 拍照打卡后 还是赶快回家躲风雨 参数来袭 各地紧张 也意外掀起全民赏云风潮 TVBS新闻 简大陈 吴玉亚宜兰采访报导 苏花公路因为台风的关系 昨天开始预警性封路 稍早公路总局宣布将在两点开放 现场的情况 联系给记者李敏锐 没错 可以看到苏花公路这边 有相当多的车潮 正在路线的前进当中 因为就在刚才稍早的两点钟 苏花公路这边 已经开放通行了 苏花因为台风的关系 从昨天晚间就先预警性的封路 那在今天 因为很多用路人不知道 或者是本来这个礼拜 刚好有来花冬出游的人 礼拜日很多 一早他们特别八九点来到这边 本来要准备北返 才发现路是封住的 那也在现场真的是苦等了好几个小时 那其实您现场看到的车龙 排得相当的长 因为我们目前连线的同时 其实已经消化了很多车往山里面开去了 但是现在这个车龙还是见不到底 因为从我们刚刚来到现在 其实这个车龙名言非常的长 至少超过两三公里 而且现在 因为车桌的关系 即便是路去放行了 那一度还是要走走停停的 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今天有打算要经过苏花公路 不论是南来北往都已经开放了 但是因为花莲这边的雨 还是持续的在下 而且一阵一阵有时候还是蛮大的 因此还需要小心落实摊坊的可能 那当然公路总局他们在开放之前 有先做确认这个公路是不是安全的 那相关人员跟我们表示 他们是觉得安全肉供OK 只是说这个有些路段 他可能树枝或者是落叶比较多 他们当然会先把它清理干净 那也要提醒您 即便是挫花公路通车到宜兰之后 像是雪碎的部分路段 国道5号 他们也因为台风的关系 有进行限速 所以即便再来虽然开放 车潮是很多的 恐怕都会有些拥塞的状况发生 以上现场情况 时间先交换棚内 网韩新时代降临 18岁英国小巷拉杜卡努 以6比4 6比3直落两盘 击败对手拿下美网冠军 他从会外赛开始连拿10胜 而且一盘未失 可以看到他在美网封购之后 世界排名也从150进到24 堪称是现代网台的灰姑娘传奇 两位不到20岁的网谈亚裔小将 谁能开创网谈新少女时代 英国的拉杜卡努一记正拍 直线至胜分 对线第四个盘末点 以6比4拿下首盘 场边有粉丝高举英国国旗 呐喊到了比赛第二盘 拉杜卡努马力全开 连拿三局取得5比2领先 尽管费南德兹尽力守住 但最后拉杜卡努靠着一记外角S 赢下这场灰姑娘大战 6 4 6 3 拉杜卡努自己都难以置信 这一刻连远在大西洋另一边的英国都欢声雷动 拉杜卡努的粉丝朋友 已经准备好庆祝的蛋糕 就连英国首相强生和威廉王子夫妇 都透过推特祝贺这位英国希望 拉杜卡努收下生涯第一座大满贯金杯 而且赛前世界排名第150的她成为 梅王史上第一位 从资格赛开始连拿10胜 而且未丢一盘捧杯的球员 而且拉杜卡努方林18 也是沙拉波瓦以来最年轻的大满贯冠军 首先我真的想祝勒拉杜卡努和她的团队 在一个很巨大赛赛 她已经玩了一些很巨大赛赛 而且世界上的最年轻的赛赛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赛赛 梅王夺冠让拉杜卡努下周的世界排名 可以一口气上升到第24名 拉杜卡努宛如女子网谈的灰姑娘 仇迷们或许会希望午夜终生别那么快想 PBBS新闻综合报道 吴忠胜的二女儿Vivian 去年6月被朱绿人的外甥 讲风味仇婚成功 因为疫情影响婚礼不断延期 今天台风天还是举办了婚礼 升格为岳父吴忠谢也接受了访问 等一下我会帮他唱一首歌 等一下会唱吗 对啊我第一次上台会紧张 可能流泪吗 情绪来了就会 对啊对啊 杰哥今天多早开始起来准备 嫁女儿有时候是嫁祸于人 又不见得 我们应该很开心 就是说他有一个幸福的归宿 他老公很爱他 然后刚刚第一次叫我爸爸这样 我说好谢谢 叫我现格就可以 因为我还年轻 因为我看起来比新郎年轻 好了就很开心 ICU重症医师陈志金 透过脸书发文表示 那些嫌弃AZ莫德纳 也不相信高端的人 等到疫情烧起来 才发现错过的预约 引发了讨论 请谢伦带来我们了解 顾长你最近已经打到疫苗了吗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说 自己还在等这个预约的简讯 其实现在呢 CDC说了他们目前呢 已经供应到第八轮的 这个疫苗可以来预约 但是这一次可以看到 他们施打的厂牌 依旧是AZ的 因为在最近这几次 进到台湾的疫苗 都是AZ厂牌居多 只是呢 其实符合这第八轮的接种的人口呢 其实有多达一百多万人 但是现在完成预约 却只有仅仅57万人 那还有一半的这些人到底在等什么 因为现在就有这个重症医师 陈志斌就提到了 其实这些人呢 AZ一下要嫌莫德纳说 可能这个副作用会很多 甚至呢也不太相信国产的高端 所以等到这个疫情又烧起来的时候呢 才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好几轮的预约 而且他也提到了 那是叫你不要打的名嘴啦 政客啦 都已经悄悄打完疫苗了 而且大家就在讨论说 其实他们都是在等一个自己心仪的疫苗 甚至有人还说呢 这不是疫苗孤儿 而是疫苗奥克 还是要提醒大家 轮到你就赶快预约 赶快去打 除非你身体是有特殊状况 而医生也建议你来打某一种特定的厂牌 否则千万不要再继续等下去了 因为等到疫情又烧起来的时候 你才发现自己真的已经错过了好几轮 根据美国最新研究 已经完整接种新冠疫苗染疫死亡比例 竟然可比未接种者小11倍 另外五到七十孩童也可以接种疫苗了 更多资讯再交给一轮 现在才要去接种疫苗的朋友 一定都会说赶快先准备好止痛药 也的确很多医生跟这药剂师都提醒大家 如果要去接种疫苗 最好是准备好这些止痛药 因为庄人祥也说了 打了疫苗有副作用才是年轻人的象征 而这个年轻人大部分的状况都是 像是施打的手臂很疼痛 或者是会发烧甚至是头痛等等 虽然这些止痛药的确可以让你舒缓一下 只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 其实也是要留意安全剂量的 因为加一科医师就说了如果你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呢 就赶快来服用黄金一小时 再加上正确的时间间隔 就可以让止痛药的这个效果发挥到最大 但是要提醒大家是因为每一个止痛药 还是有一些剂量的分别 像是325毫克的话呢 一次最多就是两颗 而且呢间隔要4到6小时 而每一天最多最多就是吃8颗 而另外一些成分跟剂量比较大的话呢 最多就是6颗或者是4颗 而且要提醒大家是阶梯式的给予用药 就是由轻到加重 另外呢也是希望大家是用口服的方式是最好的 最后就是要按时服用 千万不要觉得现在好像感觉好一点点就不吃了 那这样子就错过了黄金一小时的服用时间 目前全球人口来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已经高达了41.5% 我们都不断的在提醒说如果去接种疫苗还是能够有保护力的 而且能够防止你重症或者是死亡 尤其在美国他们也做了最新研究 因为现在各国都受到了变异病毒株也就是Delta的侵袭 但是呢他们就发现完整接种比起没有接种者呢 可以看到其实染疫的风险小了5倍 而且呢住院的风险也是小于了10倍之多 甚至死亡率也是小了11倍 所以可想而知其实有接种的话呢 还是能够让你身体来对抗新冠肺炎 尤其呢他们也针对了长辈来做一个研究 因为他们就发现了虽然他们已经接种了两剂 但是保护力还是有在下降了 所以他们也评估说是不是要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来接种第三剂 甚至是美国总统拜登也都来拟定要接种了 只是我们都针对了年轻人还有长辈甚至重年人口来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那小朋友该怎么办 因为现在呢已经进到了开学的阶段 大家也都担心说那5到11岁小朋友到底何时要来接种疫苗呢 可以看到他们说呢 现在已经有两大厂都在紧急授权申请了 他们不断在搜集说5到11岁小朋友接种疫苗 会不会有些副作用或者是他们抗体成效到底如何 可以看到BNT呢他们有望在10月底之前就进行授权 甚至莫德纳也预计11月左右就可以来做决定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